10月4日晚上 泰国文化体育及旅游办公室与朱拉龙宫大学文学院 携手合作在曼谷东方文化酒店举办了 师座文学之夜晚会 泰国曼谷市长苏昆帆亲王出席晚会 师座文学之夜晚会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感谢前来参加 从本月3号至6号 在曼谷艺术文化中心举行的2013年国际文学会议的 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与作家 泰国曼谷市长苏昆帆亲王表示 本届国际文学会议是我们连续举办的第二届了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给世界各地的诗人与作家 建立一个互相认识及交流的舞台 同时也为了让年轻人知道文学的重要性 此外泰国曼谷市长苏昆帆亲王 还为参加本届国际文学会议的诗人及作家 颁发纪念品 据悉本届国际文学会议将有150名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诗人及作家等前来参加 东盟卫视MGTV记者陈顺德 张大威 泰国曼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